而在区公所举办的这一系列活动中 警方也加入阵容进行预防犯罪的宣导 鼓励青少年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 快乐的欢度假期 活动开始之前 警察波波会上台和小朋友说说话 即使有些内容 大家是听得似懂非懂 但是他们知道 警察波波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暑假要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 就像是参加这一类的娱乐营 既可以学到一些 平时在学校难得一见的课程 还能够认识新朋友 可以因此让暑假的生活 显得多彩多姿哦 那在暑假的这段期间 我们呼吁我们小朋友 要勇于走于户外 不要留联网咖 或者是特种行业 那能够从事正当的休闲 避免危险的事情发生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 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好的 一个暑期活动 预防犯罪是警方的业务之一 把握地方所举办的各项活动 前往宣导 希望可以让小朋友了解 他的内容 再借由大家将这些宣导的内容 分享给家人跟朋友 将预防犯罪的正确观念 带入各角落 中家新北新闻 中和产播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